在台灣來看培賀有一個鄉親 買一包大白煮的水餃煮來吃 吃到一碗加到硬硬的東西 一開始還抓到自己的嘴氣 但是被出來這個看才發現說 竟然是一塊2-3公分長的豬骨頭 讓牠是剩一塊 如果小孩吃到 把它吞下去 這樣就飛閃了 屬於後 超市是提前給這個鄉親 也把水餃跟駕駛回家 想來調查原因 就是這粒豬骨頭超2-3公分大 頂頂頂 卻賓就發現包在水餃裡面 也看到通常水餃都是一口吃一粒 但是沒注意就可能掛到水餃 如果是小朋友吃到 那就很容易會嗆到 或是會發生一些危險事情 這樣廠商應該要平衡要注意一點 鄉親知道之後 請民眾跟商品 趕回去公司 朝前也已經提前給民眾 如果追求鄉親 先對地區頭也說 平白當地在民眾 調查所發關心 希望好賓獎最好的答案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